F-14是格鲁曼公司为美国海军开发的舰队防空护航中用多用途战斗机,这种战斗机出现之后,旧的F-14鬼怪战斗机就逐渐退役。 当然F-14本身也不年轻,该机从1967年就开始研发了,1970年实现首飞,中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 到1987年,升级发动机之后的F-14B终于量产入役,之后该机陆续升级了多个版本,次年出现了更加险进的B型战斗机。 多次升级的F-14战斗机确实有不俗的性能,但是紧接着发展的F-18战斗机,冲击了这一机型的地位。 F-18是现在美军航空母舰上的主力舰载机,而F-14战斗机早在2006年,就已经从航母战斗群上退役了。 从服役时间来看,F-14战斗机的确没有F-18战斗机的使用时间那么长,目前美国已经不再使用F-14战斗机,世界上唯一一个还在使用F-14战斗机,的反而是中东国加伊朗。 美国之所以在拥有F-14的同时就急于发展F-18战斗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海军航空兵部队,是非常挑剔的队伍,这支队伍对于战斗机的性能要求十分苛刻。 F-14固然好,但还没有好到超过F-18的地步,波音原来推出YF-17战斗机,计划与YF-16战斗机竞争空军的ACF战斗机合同。 但是最后YF-17落败,YF-16成为后来的F-16战斗机,波音于是向海军推荐YF-17,也就是现在的F-18战斗机。 美国海军因为F-18的性能表现更加完美,因此选择了这一机型。 实际上,才大起初的美国一直都喜欢在拥有现成机型的同时继续开发下一代新型战机。 而美国海军航空兵的地位甚至高于美国空军,所以拥有更多的优先选择权。 但是国会的预算是和现实的这出怪勾道,美国海军必须尽可能地扩大预算方案,不然国会就会削减其开支。 因此就算F-14战斗机的性能再这么完美,美国海军还是会紧快发展下一代F-18战斗机。 美国海军 美国海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